史上最丑最好色的皇后看到帅哥就打晕及时行了 最好色的六位名人曹操排第六 西晋有个傻皇帝 这个皇帝有多傻呢 晋朝发生饥荒 百姓饿死 这个皇帝语出金具百姓无数米冲击 何不食肉米 傻皇帝司马中的皇后叫贾南风 是历史四大丑女之一 贾南风有多丑呢 身高一米四 体重一百四 肤色介于印度人和非洲人之间 鼻孔朝天 嘴唇饱的 没后还有一大块胎记 然而她也是史上最好色的皇后之一 她都有哪些混乱的情识呢 接下来就和小豆芝一起了解一下吧 订阅我 探索更多不为人知的趣味历史 贾南风虽然丑 还嫌弃自己的皇帝老公是个傻子 呆齿无畏 没有情调 长得还不帅 满足不了自己 贾南风到处寻找机会给司马中戴绿帽子 无奈后宫 不是宫女 就是太监 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太医长得特别帅 不禁春心荡漾 于是贾南风就假装生病 请太医来自己的宫中给诊治 贾南风先是对太医挑逗勾打 太医坐怀不乱 我想一来是贾南风实在太丑了 太医下不去手 二是贾南风是皇后 皇帝的女人动了就是死 太医没这个胆子 贾南风撩了很久 见太医没点动静 就九憨兄胆上开张 把太医拉到床上强奸了 贾南风铲除政敌后 大权在握就更加毫无顾忌 大肆搜罗男宠 攻其银乐 他设立了一个机构 到全国各地 物质年轻貌美强壮的男子 秘密送到宫中 在贾南风当权时期 经常发生俊美男子 无缘无故失踪的事 原来都是被贾南风弄到宫中 攻其银乐后 被秘密杀死埋掉了 有个长得英俊潇洒的穷书生 一天竟然穿着华丽的衣服 招摇过世 还买奢侈品 到处挥霍 官方怀疑他是偷窃了富贵人家的钱财 就把他抓了 穷书生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交代 半个月前 他走在路上 突然被人打晕装进箱子里 等他醒来 发现自己在一个金碧辉煌的大殿里 有人伺候他洗澡 给他好吃好喝 等酒足饭饱后 就把他送到一个卧室 床上躺着一个一丝不挂 但是又黑又丑的女人 那个女人把他拉到床上 翻云覆雨 数晚 临走时 给了他许多钱财和华丽的衣服 当官的一听便知那女便是 当今皇后贾南风 就不敢再审下去 把穷书生放了 孔圣人说 实色性也 好色 是人的天性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本性都应该好色 否则 人类就不能生生不息的繁衍下来 古代历史上最好色的六位名人 曹操只能排最后 第六位 曹操 曹操喜欢人妻是众所周知的 当年晚成张秀刚投降 曹操就把人家审神睡了 结果张秀火了 反了 曹操折了猛将点为 大儿子曹昂 哲曹安民 后来袁绍死了 曹操入济州 第一时间就去找袁熙的老婆真命 可惜等曹操进入大院 他儿子曹皮已经据为己有了 曹操又不好跟儿子争 所以就只好皮笑肉不笑的 所真我而赋予 在后来围困吕不时 关羽看上了秦一路的老婆 向曹操申请 攻进城后给他 曹操答应了 结果进了城以后 曹操看上了秦一路的老婆 于是装糊涂 关羽也不好发作 第五位 隋杨帝 杨广在其父皇杨坚爆崩的当夜 急逼引他父皇的爱妃宣华夫人 同样 其父皇杨坚的另一位爱妃 荣华夫人也被他逼引 杨广即位以后 更是无所顾忌 为所欲为 极尽享乐 正是称杨广荒淫无道 给他的嗜好是杨帝 有关杨广贪色 自意淫乐的记载 鉴于唐吴明氏的迷楼记 和唐岩诗谷的大夜诗一记 第四名 朱熹 朱熹 宋朝著名的理学家 思想家 哲学家 教育家 诗人 敏学派的代表人物 儒学及大成者 世尊称为朱子 可是朱熹本人的所作所为 很让人所不齿 他不但霸占别人财产 发掘别人家的坟墓 来葬自己的母亲 还引诱两个尼姑 做自己的小妾 跟已经死了丈夫的大儿媳通奸 使大儿媳孕 第三名 刘勇 刘勇是两宋著名词人之一 他善于填词 而且精通音乐 功于音律 走歌及乐功合作的道路 在两宋文坛上影响甚大 他不仅留下了213首词作 并在两宋间 1500位词人中 创作数量排名第15位 刘勇为何可以排第三名呢 据说刘勇出殡时 东京满城名记都来了 半城搞素 一片哀声 第二名 司马炎 司马炎可以说是 古代最好色皇帝 好色到什么程度呢 他曾经一次就在官员和士族家庭中 挑选了5000名美女进宫 后来吴国灭亡后 又把吴国5000多美女纳入后宫 司马炎的后宫 足有一万多人 坐拥家里上万 司马炎每日最头疼的就是 到底灵性哪个妃子 最后他想出一个好办法 就是洋车忘性 他每日坐在洋车上 洋车停在哪里 他就灵性哪个妃子 第一名 纪小兰 大家对纪小兰的了解 大多来源于电视剧 在电视剧中 纪小兰仪表堂堂 风趣幽默 风度翩翩 经常整得和声哭笑不得 但是历史上真实的纪小兰 却是十分好色的 在《崇明万录》中记载 纪文达宫日玉树女 五谷如潮一次 归于一次 五坚一次 伯木一次 林沃一次 不可缺者 再比如在《七霞隔野城》中 曾经记载 纪小兰自有天赋异禀 能够夜间事物 而且非常好色 一日不遇女 则积肤遇恋 中国古代最好色的三个文人 关汉清 苏氏 白居易 第一位 关汉清 演艺界最早的 潜规则受用者 说起关汉清 人们都知道 他是一位戏剧作家 而且在古代十分有名 有名到什么程度呢 当时只要是创作戏剧 都要请关汉清来创作 这个关汉清有个喜好 他喜欢和青楼中的女子在一块 潇洒自在 有时候他还和戏子 在一块玩闹 商量商量这个戏剧 该如何如何创作 这种事朋友们都懂得 不再多说 所以说关汉清 是演艺界最早的 潜规则受用者 第二位 苏氏和幼女结拜为夫妻 苏氏的这个幼女 不是说是他的亲生女儿 而是他在杭州任通判时 买过来的 这个女儿只有十二岁 长得十分漂亮 小小可人 深受苏氏的喜爱 于是这个女儿 就一直侍奉着苏氏 直到结拜为夫妻 最后苏氏去世的时候 他才三十多岁 第三位 白居易 单恋妓女 在晚唐的杭州 有个名记叫苏晓晓 长得着实讨人喜爱 有才艺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 他才活了十九岁 当时苏晓晓去世后 许多文人来评调他 白居易 更是抒发自己的痴情 若解多情 熏晓晓 绿 杨身处是苏家 苏家小女就知名 杨柳风前别有情 这诗句写得如此多情 怪不得后人都要说 白居易 与苏晓晓有关系了 但是事实上 白居易 与苏晓晓 到底有没有忍 这无从考证 太平公主的私生活 比较混乱 为市井留下了无数谈资 其实太平 与第一任丈夫结婚后 还是个很规矩的妇女 那个时候 父王还在世 太平公主 害怕父王与她婆婆的威严 不敢做出过分的事 血绍风神俊逸 颇有文采 公主对这桩婚事很满意 可当她在嫁给第二任丈夫之后 她不安分的本性 渐渐显露出来 她的后夫 根本就没法与前任相比 她性格软弱 容貌丑陋 她为自己嫁了一个这样的人 感到很委屈 这个时候 她的父亲也去世了 她的母亲 在不久后登基为帝 让太平嫁给她娘家侄 是为了保护女儿 武则天也知道 委屈了她 几乎默许了太平养男宠 太平她变本加厉 开始与朝臣通奸 甚至为了一个臣子 与她的好友上官 成为了情敌 当然 他们没有因为一个男人 毁掉了他们的友谊 三人开始和平相处 太平劝她的母亲 也应该用男宠 并把自己重义的推荐 给了自己的母亲 何谓自己重义 不是单单只重义 相貌身份 她是经过自己检验 认为确实壮伪 她还对母亲细细讲述 重义的男宠的滋味 详细描述了床底之欢 味道就像是南海的鲜荔枝 入口光滑 身体非常柔软 让人快乐地试了魂 说得武则天心神荡漾 迫不及待就尝试了 女儿说的味道 由于武则天母女的作风 这样的享乐行为 在贵妇圈渐渐流传 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潮流 太平公主的性生活 多姿多彩 测验过很多男人的尺寸 第一次结婚后 太平公主只有薛绍一个男人 她和薛绍结婚了七年 孕育了四个孩子 他们的性生活是比较美满的 不然也不会隔一年 就生出了个孩子 与第二任丈夫 也有四个儿女 但由于太平经常出轨 她的孩子 是不是武家的 总就很难说了 有人说太平公主的性生活 是与权力挂上钩的 她与朝臣有染 是把自己当作砝码 换取朝中大臣的支持 不过太平是女皇的掌上明珠 不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 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 反倒是那些男人 想要依靠色相得到权势 归根结底 还是太平性欲太强 在她的现任丈夫 满足不了她之后 找了别的男人 这时的太平已经不是小女孩了 她已经快到三十岁 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 她因为身份尊贵 所以找男人更加肆无忌惮 被压抑的女人 天性德到了彻底的解放 她颠倒了阴阳 戏弄了男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 她又像是个女权者 太平的性观念这么开放 还是受到家庭的影响 她的姨母和她的表妹 共同伺候了她的父皇 她的母亲 更是她父皇和祖父 共同的女人 太平并不介意 自己的男人 还有其他的女人 只要那些男人满足了自己 她愿意给他们加官进决 她甚至开始 给那些男宠的母亲 也找男人 那时候 整个大唐都很淫乱 丈夫和妻子都养情人 并能够和平共处 用脏表现 这个时期的唐朝 真是恰到好处 感谢观看